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把他干掉 然后替换掉他是什么感觉 这个白色衣服的男人叫做夏亚 而红色衣服的男人则是男主 他们两个有着几乎一样的外貌 唯一不同的就是男主有着蓝色的眼睛 起初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 直到有一天 男主得知自己被扎比加软禁的母亲去世了 性格从此变得冷血残暴 在学校里天天带着刀让校长感到害怕 去酒吧里碰到扎比加派来监视他的人 一言不合就把啤酒拎到他头上 甚至动了杀念 想要置他于死地 有一天和他长相一样的夏亚传来喜讯 他考上了男主故乡吉翁的军事学校 即将前往吉翁成为一名军人 面对联邦与吉翁日益紧张的关系 男主从中嗅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因此决定要替夏亚把这军事学校给上了 男主相依为命的妹妹 先是失去了妈妈 然后又失去了养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小猫 今天他的哥哥也即将离开 男主找到正在母亲和小猫坟前流泪的妹妹 就甩下一句我们暂时见不到了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妹妹 尽管妹妹苦苦哀求也无动于衷 达比加得知男主要回到吉翁 便决定不在仁慈 派人去炸掉男主即将乘坐的航班 此时男主正在和长相一样的夏亚在机场 夏亚以为男主只是想跟过去看看 殊不知自己正落入男主的死亡陷阱里 夏亚的公文包里被安检出了一把手枪 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手枪是哪里来的 为了确保安全 安检即将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检查 这必定会导致夏亚错过这趟航班 男主按照计划带着他到厕所里面 说是两人换一下衣服就可以帮助夏亚脱身 夏亚采纳了他的建议更换了衣服 先行离开赶上了这趟航班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正在机场的杀手也误以为夏亚是男主 在他乘坐的航班上安装了定时炸弹 夏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还在着急的翻找着自己丢失的录取通知书 就这样 扎比加便认为男主已经被炸死了 而我们的男主的子时已经用上了夏亚的身份 入学了扎比加领导的吉文公国军事学校 开始了复仇夺权之路 幸福 夏些 富arda 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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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yers 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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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